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讲新闻之前有必要回答一些听众的问题 有位叫Andy的听众问 可不可以谈一下拜登政府 为什么不把台湾放进 现在讲的最热的印太经济框架 今天我们会讲到这个话题 等下我们讲新闻的内容里面 我想应该可以回答你这个疑问 有位名字叫L的听众说 关于台湾一目应该独立 不能只看台湾岛内的名义 他大概是这个意思 台湾要不要独立 中国的领土要不要独立 还是要看中国人的名义 这一点我个人有不太同意你的看法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地区都在闹独立 比如说英国的苏格兰 他们也闹过好几次独立 那么苏格兰的独立公投会让英伦三岛 加上北阿尔兰的选民一起来投吗 当然不会 要不要独立是苏格兰人自己的事情 所以只要看苏格兰人对独立的态度怎么样 来决定他们要不要独立 当然他两次公投都以比较弱小的差距 否定了这个公投 所以往往独立公投 只是需要独立地区的民众投票 不会扩展到他原来的国家 或者原来的政府 要大家一起来投票 比如说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也要搞公投 只不过政府不允许他们搞公投 他们硬搞公投 这就违反了国家的宪法 所以加泰罗尼亚的公投肯定 也不会要整个西班牙一起来决定 所以关于要不要独立这个事情 其实如果按照国际的普世价值 一般就是要求独立那个地区的人民参加公投就好了 要不要独立是一个地区民众的意愿 这种意愿往往跟政府是相对立的 甚至是激烈冲突的 那么有些地方还因为独立公投 引起了两国的战争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英国跟阿根廷 有争议的福克兰群岛 也有些把它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 这个福克兰群岛就是经过民众的公投 最终决定留在英国 但是阿根廷政府 当然不认可这个公投结果 最终英阿两国发生了战争 我想这是1980年的历史 如果在那个时候有关注新闻 或者你有兴趣上去翻翻这个历史 福克兰群岛的归属问题 英阿两国矛盾是十分尖锐的 不过公投90%以上的福克兰群岛的民众 都觉得自己应该留在英国 所以他今天还是英国的领土 有一位叫易里的听众留言说 我的节目把他笑死了 千万保重身体 笑就笑不要笑死了 他说我在节目里面讲的 芬兰在苏芬战争把苏联打到早不到北 然后割地求和 他觉得这个非常可笑 其实你如果觉得这个非常可笑的话 你不妨去关注一下苏芬战争的历史 你现在随便在网上找一找 苏芬战争 它的背景 发生的过程 双方在战争当中的损失 我想你就会得出结论 到底在苏芬战争这个过程当中 芬兰有没有把苏联打到早不早北 前几天不是有媒体说 什么芬兰的女农理说 在芬兰的土地下埋葬了几十万苏军的尸体 如果现在俄罗斯打芬兰的话 就是跟他们的祖先去会合 这个是个假新闻 但是在芬兰的土地下埋藏了大量的苏军的尸体 这个是个历史事实 我想你了解一下这个历史事实 你应该就不会笑到要死这个地步 我知道或许你对历史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最起码你要反驳我的观点 你先了解这一段历史事实 你才能找出反驳我观点的理据 为了方便你了解一下 打完胜仗要割地求和这件事 在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呢 其实我随便上Google去搜寻了一下 后来我想或许你是墙内的听众 你可能在国内看不到Google 我又去百度搜了一下 其实上面马上跳出来一堆相关的历史 比如说有一段历史跟中国是有密切关系的 如果你承认这个满清王朝是中国的王朝的话 满清王朝在1689年跟俄罗斯签订了中俄一部署条约 为什么会签这个条约呢 因为之前中俄双方打了一仗 这场战争在历史上被称之为雅克萨斯战 如果你看过金融先生的陆顶记 里边对这个雅克萨之战 以及这个中俄一部署条约 有一个小说话的一个记载 雅克萨之战清朝的军队战胜了俄罗斯的军队 但是呢当时的康熙皇帝为了先稳定国内 为了先处理国内的事情 还是向俄罗斯做出了让步 跟俄罗斯签订了中俄一部署条约 这个条约清朝向俄罗斯割让了土地有多少呢 大概是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真真实实的打完胜仗 因为要处理国内的其他事物 在这个领土割让方面付出一点代价 为自己的国内建设获得一个和平的环境 一个最好的例子 那么如果再远古一点呢 中国的北宋王朝跟辽国之间的战争 也是以一场战斗中国获胜 但是最终双方签订了这个残冤之盟 残冤之盟是在清朝军队获胜的情况下 签订了一个条约 当时是北宋宋真宗景德元年 如果你看过杨家将这个小说里边 扣准就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这场仗就是扣准力主之下所打的 打完这场胜仗之后呢 宋跟辽签订了残冤之盟 残冤之盟规定啊 宋朝要向辽国每年进奉白银十万两 捐就是丝绸三十万匹 打了胜仗还签订了这个 上权辱国的条约 为什么呢 因为北宋要获得平稳发展经济的 一个国内环境 所以虽然打了胜仗 只要聊不再骚扰这个宋朝的边境 宋还是愿意付出每年十万两白银 三十万匹捐这样的代价 换取自己国内的和平 所以呢 打了胜仗 然后割地求和这种事情啊 古今中外都有 没什么好奇怪的 其实看待今天的新闻 学习历史知识 我总是觉得有好处的 只不过在学习知识过程当中呢 我个人的观点 还是要多用自己的逻辑思维 去思考一下 再有的就是这个苏芬战争 芬兰把这个苏联打得找不到北 这只是我们讲到今天的这个 和乌战争 所提到的一个历史现实 它只是我们今天新闻当 讲新闻当中的一个 非常不起眼的要点 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里 似乎在这里发现我一个错误 你就笑得非常开心 那我觉得可能你听新闻的这个焦点 没有放对 很多听众朋友看到网上一些留言 告诉我说 不要理会那些流氓行为 我接受你的意见 但是呢 我这样看 如果那些故意挑衅 慢骂 我根本就不会有兴趣 去看他们的这个留言 也不会对他们做出评论 但是如果在我们看待新闻事实当中 因为某些听众 在一些历史知识上 他们有一些缺失或者误解呢 我非常愿意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毕竟我今天做媒体 但是我之前在大学念的是历史系 另外一位听众想纠正我一下 他说这个打高勾立 灭高勾立是唐太宗 不是唐高宗 可能你对这段历史有点误解 这个唐朝跟高勾立的战争啊 第一次开打是唐太宗 这个没错 不过唐太宗在世的时候 并没有灭掉高勾立 是到了唐高宗李治 就是他儿子 然后发动了第二次 第三次对高勾立的战争 才把高勾立灭掉了 所以说如果说灭了高勾立 不是唐太宗还是唐高宗 还有一位听众留言说 如果所说的白人也应该知道 他们因为不愿意生育 所以导致了美国的 非洲裔美国人地位和状态 他们为什么不去改变呢 他问我可不可以把我的音频 翻译成英文 我希望我的音频节目 能够被各种语言的听众听到 不过现实做不到 我们现在光是这个国语跟粤语 已经引起了一些听众觉得非常迷惑 为什么有粤语节目听不懂 讲到我们华人去看待美国的社会现实 我们多点学习 多点观察 其实你说美国的白人非常不满 现在的这个族裔比例的这个变化 也不是全部 一些个别的 有一些白人觉得很好 我们不生儿育女 这些非洲裔美国人 或者来自南美的移民 他们愿意生无所谓 不是每个白人都对这种现象感到不满 不是每个白人都相信那个所谓替代的理论 好 谢谢大家的留言 修杰还是非常乐意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探讨一些话题 那么我们今天回答完听众留言 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在最近发生的新闻 最大的新闻当然是拜登的亚洲之星 拜登现在已经到了日本 不过呢 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回溯一下拜登到韩国的访问 有什么重点 很多媒体报道拜登在韩国的访问呢 都有一个重点 就是拜登又讲错话了 拜登有什么讲错话呢 有两个场合 一个场合呢 就是拜登在称呼韩国现任总统尹希悦的时候 把他叫成了文在寅 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新闻的重点 拜登叫错名字讲错话 本来就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叫错名字这件事情发生在拜登身上 大家都会忽略了 但是如果发生在一个美国大学教授的身上 那就麻烦了 记得我们还讲过 美国一个大学教授 因为叫错了两个非洲裔学生的名字 最终居然被大学炒掉了 这种事情发生在拜登身上 第一不奇怪 第二他也不用负任何责任 第二个讲错话呢 这个是特别很多中文媒体都有报道的 就是拜登夸这个尹希悦的太太很漂亮 这个报道拜登夸尹希悦的太太很漂亮 这里面很多中文媒体的用意是比较负面的 因为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当着人家的面去夸别人的太太漂亮 好像是对别人不敬 其实这是文化差异问题 因为在西方啊 一般要夸别人的太太长得漂亮 这一种社交礼仪 这种礼貌 过去有个笑话 说一个欧洲人到中国去学习中文 学得不错 有一天他到他的老师家里去拜访 进门之后呢 老师跟着师母来接待他 他就跟老师说 哎呀 师母长得真漂亮 中国人的谦虚啊 一般别人夸你什么 你都会说哪里哪里 没有没有 老师呢 同样也跟这个学生客气 学生说你的太太真漂亮 老师说哪里哪里 这个欧洲学生啊 吓了一跳 以为中国人这么认真 我夸你太太漂亮 就是一种礼仪 你还要问我哪里漂亮 于是这个学生赶快说 眼睛鼻子嘴巴都很漂亮 这个笑话也说明了中西文化 或者中西方在用某些词语 表达一个意思的时候啊 有一些差异会引起一些误会 那么拜登讲错话 既然不值得我们关注 拜登的韩国访问 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拜登亚洲之行 他已经访问完韩国到了日本 那么拜登在韩国 有什么重点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其实我不觉得他讲错话 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拜登讲狠话 才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拜登在跟这个韩国总统 尹熹悦进行会谈之后啊 两个人开了记者会 那么向外界宣示什么呢 宣示要跟韩国建立 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 现在讲到这些什么关系啊 讲到这些多边组织啊 都有很多我们听起来有点 好像不太明白的词 什么叫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呢 我们不管这个关系 拜登所说的想表达什么 我们看他接下来将会做什么 拜登说啊 将会扩大跟韩国的军事演习 那么还有呢 最重要的是必要的时候 美方会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在内的战略武器 我想这才是拜登讲狠话最大的重点 美韩这次在峰会当中达成了共识 未来除了扩大韩国跟美国的联合军演之外 为了应对北朝鲜的核威胁 美国有可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 我想这是美国对韩政策的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过去讲到这个朝鲜半岛的核问题 无论是美国中国俄罗斯 那么一般都是说希望用和平的手段 来解决北朝鲜的这个核问题 那么美国为此呢付出了很多努力 甚至呢什么四方会谈六方会谈 搞出了一些协议 希望通过这些协议 来能够令到北朝鲜放弃核武器 川普年代甚至不惜三次跟金争跟见面 给他拿iPad描述了一副 如果你放弃核武器 如果你按照美国的要求 美国援助你的话 北朝鲜将会变成一个如何美好的国家 但是啊很明显这些策略 软的硬的都没有奏效 拜登现在这个策略啊 可以说是历任美国总统最强硬一个策略 因为如果北朝鲜有核武器 这对南韩呢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韩国总是怕北朝鲜给他来个核打击 那么韩国本身的领土就不是面积很大 如果扔个核弹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 韩国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打击 那但是呢 这是如果美国跟韩国达成了共识 不但要部署长城轰炸机 还要部署弹道飞弹潜舰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航母的话 那么再加上这个核武器在韩国的部署 这反过来对北朝鲜是个非常大的军事威胁 所以我们在讲到南北韩问题的时候 我们一直强调说 这个亚太地区的国际问题的热点 会不会引发下一次美中或者是美俄之间的冲突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未知数 也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事件 这次拜登到韩国访问 在共同宣言当中 还提到了美韩同意重启扩大俄制战略协议体 这个俄制战略协议体 过去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也没有听说过 而这次拜登把它重提 是因为过去美韩政府建立过这样的一个组织 但是在文在寅上台之后 基本上就把它废掉了 现在拜登跟尹锡悦两个人声明 要重启这个协议体 那么我们可以预计美韩对北韩的政策 将会有一个非常强硬的转变 那么可能大家会问 拜登既然一改川普过去 要跟金正恩坐下来谈 见面谈这种政策 拜登难道不想跟金正恩谈吗 拜登也没有说不想跟他谈 所以当记者问这个拜登 你对这个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 拜登说哈喽 意思就是说随随便便打个招呼 这个哈喽啊 你不能把它理解为 拜登向这个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问好 因为拜登觉得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对美国的态度很冷淡 之前呢 北朝鲜不是说发生了什么疫情 全国有两百万人发烧吗 拜登主动 就美方主动跟这个北朝鲜说 美国愿意向他提供疫苗 或者其他的这个抗疫药物 但是呢 拜登说美国的这个信息 北朝鲜领导人已读不回 这就说明在北朝鲜疫情 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他们对美国还是没有丝毫的信任 所以拜登只说了一句哈喽 这说明美国跟北朝鲜的沟通啊 最起码在现阶段已经基本上断了 那么接下来呢 美国就要扶持韩国 用更强硬的态度来针对北朝鲜 拜登访问韩国 除了这些新闻重点 值得我们关注之外啊 拜登也跟韩国的一些厂商进行了会面 比如说他拜访了现代汽车 也拜访了三星电子 现在现代汽车已经当着拜登的面宣布 要在美国投资一百亿美元 那么据说其中大概有一半呢 是在美国建一个电动车的生产厂 这些厂愿意到美国来投资生产电动汽车 首先符合拜登的清洁能源的政策 并且呢 也能为美国增加就业机会 我想这就是韩国的商界 向美国做出一个最新的表态 当然拜登这次访问韩国跟日本 其实最大的任务 还是要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的协商 关于这个印太经济框架 有很多听众觉得 好像看得不太明白 到底这个经济框架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先来看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怎么说的 戴琪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美国在亚洲高度关注的是与中国的竞争 拜登总统即将在日本宣布 这个印太经济框架的协商启动 这应该被视为有效的应对北京 日益增加的影响力 那么关于美国会不会降低 中国货品输入到美国的关税呢 戴琪明确说应该通盘考虑 确保不会使到美国陷入更脆弱的环境 什么叫确保不会让美国陷入更脆弱的环境 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竞争在经济上哪里脆弱呢 就是生产供应链 现在美国致力于生产供应链转移 那么这个印太经济框架肯定就跟转移生产供应链 就有密切的关系了 那么既然这个印太经济框架跟生产供应链转移有密切关系 那么它跟过去的一些经济多边组织 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戴琪现在正在曼谷在参加这个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部长会议 他参加完这个会议之后呢 他就会到日本跟拜登会合 因为启动这个印太经济框架的协商啊 戴琪作为美国的贸易代表 他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 戴琪说印太经济框架代表美国身为区域国家盟友长期的承诺 是强健而完整的经济与投资模式 这里边就包含了供应链的稳定清洁能源 还有脱碳税务和反贪等等议题 将会为参加这个组织的国家提供很多的机会 但是呢 戴琪讲的非常清楚 这个印太经济框架跟其他的经济多边组织有什么不一样 他说啊 印太经济框架将不包含美国的市场准入承诺 我们不会让整个讨论和磋商围绕在关税自由化 但是通俗的说 谈到市场准入和市场机会的时候 这绝对是我们对话的一部分 大家听起来是不是很矛盾 美国的这个所谓亚太经济框架 既不包含美国的市场准入 就是不涉及到这个自由贸易的问题 但是呢 如果谈到这个关税自由化 戴琪又说 这肯定是我们谈话当中的一部分 戴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描述呢 其实戴琪所描述的这个印太经济框架 就是以美国的价值为基础 就是开放基于美国的市场经济和社会 他说这与中国在这个区域当中的做法截然不同 我们从戴琪的描述 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个印太经济框架 它不是一个像过去全球一体化情况下的自由贸易组织 但是呢 它会为成员提供很多经济发展的机会 而同时每一个成员国跟美国之间的合作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就更加令我们关注到 拜登启动的这个印太经济框架的协商 到底会有什么国家参加 而参加这些国家 在这个框架当中又会扮演什么角色 特别在围堵中国这过程当中 这些国家根据自己的特点 又可以为美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好 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